比如說你就是正在看電視的我們的觀眾 我如何自我檢測 我想請教莊理事長 有沒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測方式 可以讓我們知道說 比如說牆到了幾度就不對了 比如那個裂縫縫隙多大就不對 你能不能提供觀眾一些方式 好我這邊提供住戶 能夠自我做一個自我檢查的一個 簡單的一個判斷的方式 其實你們去網路 網路去打所謂的震災後 那個住家房屋自我檢查手冊 那個手冊就會讓你說 怎麼怎麼主意去做你住家的檢測 那我在這邊跟所有的民眾 這邊做一個簡單的說明 我們一個房子 它最主要是它的地基穩不穩固 所以我們在檢視的過程中 是要檢視整棟房子的狀況 等一下 你說我的觀念都錯 比如說我看到我家牆壁裂 就覺得天大地大事 可是在結構計時的眼裡 那個是次要的 先看地基 對第一個先整棟房子的地基 比方說我們這一次在花蓮 很多部分都是在前面的柱子的部分 大概就爆掉 對 那爆掉之後就整個房子就跪下去 就我們一直一直講的所謂的 這個我們講的軟腳蝦 就是說頭重腳輕 所以你先看看 我們一樓地基的這個部分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柱子 就算是它是公設的 如果這個柱子 其實已經有所謂的損傷了 結構裂縫 比方說有整個打叉叉了或是45度角的這樣一個裂縫 你代表說我整個基礎的這樣的狀況已經出問題 如果有這個狀況 這個馬上就有所謂的這個大樓的一個安全上的問題 對 那你回到整棟大樓 如果說整個外面的地基基礎的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對 那就會開始去檢視 慢慢從我們的自己的住家去檢視 是 從 因為我們所有的結構系統 都是所謂的基礎 在用柱子上面 再來用樑慢慢一直組合上去的 對 所以就回到說看你的柱子 你的樑 是不是有所謂的我們講的結構裂縫 所謂的結構裂縫就是說 什麼意思 比方說一般會產生受力 那個結構行為會說 如果產生一種45度 比方說你在你的樑或是柱子 發現有那種45度的 傾角的一個裂縫 或是打叉叉的裂縫 是 而且它是很規則的 如果是橫的或直的 如果是橫的跟直的話 基本上我們 它比較不不屬於所謂的結構裂縫 45度就有簡力的問題 對 大概簡力 所以我們擔心的就是受了受簡力 是受彎距 所以它都會產生一個很規則的結構裂縫 對 那這個結構裂縫 如果在柱子或是樑產生 我們先不管它到底這個裂縫有多大 只要發生在樑或是柱子 而且是新增的 是 那你就要特別小心 有可能我這個房子 其實已經產生結構上面的 系統上面的破壞 是 所以第一個 你去檢視你的樑跟柱子有沒有裂縫 只要有裂縫 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對 那再來如果你的一些所謂的非結構牆 比方說我們講的是所謂的我們的一個房間跟房間的牆壁 對 牆壁 這個牆壁 除非它的裂縫也是一樣打一個大叉叉 對 或是有這種45度的斜角 那如果是只有微裂縫或是只有開口處的那些放射型的那些裂縫的話 對 基本上它都是屬於附屬的結構體 你不用擔心 是 如果你擔心這個結構 它是不是有貫穿我們整個這個牆壁 你可以把它刮除 你可以用硬的東西 你就刮除都沒有關係 這個刮除之後呢 馬上就沒有看到這個貫穿的裂縫的時候呢 基本上你不用擔心 是非常謝謝理事長跟我們的分析 所以如果有看我們節目的話 趕快去檢查你們家裂縫 也不見得要這個馬上大驚小怪 可是也不要掉以輕心 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講到土木技師 我們阿川也是算是行家啦 也算是土木結構 台大土木博士 台大土木系的博士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阿川 你說因為你不只是土木的行家 你也是交通的專業 你當過台中市交通局局長 你特別關心在這一次的震災中 交通的書上 你說有很多震災的交通局是你這輩子根本沒看過的 我先講這一個這一個畫面 這個是捷運文湖縣 對這個這個案子是在這個文湖縣上面 他湯匙在搖的時候 各位看這個上面的這些這些乘客 這個是文湖縣開到一半地震的畫面 這個很恐怖 就是說他整個那個涼啊 上面全部像橋那個東西 一直搖一直搖一直搖 這段上面的人越恐怖 對我們還有內部的畫面 這真的是內部的畫面 你看中間那一位女士 她抓著沒辦法 她只要整個蹲下來了 對 那抓在上面的每個人都非常緊張 哇賽你看 對那這個是你 一早七點五十八分 對 大家都要上班 那結果這個車子就停死了 對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文湖縣 包括新北的環狀縣 都是無人駕駛 是 無人駕駛只要遇到地震 車子就會慢慢減速 慢慢減速 靠近最近的這一個車站 如果沒辦法就停下來 對 這群人各位看到嗎 畫面這個 對 這個每一個人都走在中間 這個因為全部都斷電了 這個城哥 我看很誇張 我第一次收到這畫面 我也是假的 我也是拿什麼中國農民工 去上班的畫面 就是所有 這是頭銜裝到新浦民生站的 車子停了 大家下車 在軌道上走 大家在上面走 也會擔心上面有沒有通電 對 這個很可怕 那還有坐輪椅的 這個這裡頭 還有一位是坐輪椅 然後他到那個站之後 大家跨過那個軌道 所以這些人 我看這一輩子 這個每個人都怕死 比較特別的是這一個 就是這個環鑽線 對 因為這一個樑柱的錯位 這件事情可能一個月都弄不好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這個 他這個因為他是上行跟下 就所謂往南往北 往東往西 他是分開了 對 那這個是某一個方向 各位看這一根柱子 這根柱子上面有一個鋼箱樑 對 那這另外一邊有一個鋼箱樑 對 本地他們兩個是黏結會 這個地方被解開了 哇塞 那這被解開了呢 這一根原來的這一個鋼箱樑 兩根這根柱子 現在還連在一起的 代表是這一根 這一根整個歪掉了 對 他們兩個擺在一起了 那這個地方就出現了裂縫 這整根歪掉了 歪掉有兩種可能 一種就是前面這一根柱子 也沒影響到 這兩根都沒影響 對 然後呢 可是這個已經偏掉了 對 可是如果是這兩根其中有一根 是有移動的 就是骨牌效應 這個是正的 這是歪的 遠一點也歪一點點的話 那就一起的打掉 沒錯 如果是梁歪掉 那就把梁換掉 對 這還好 這不是說 梁齊齊 然後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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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掉 不是這樣 整骨喔 對這沒辦法 這可能這整個要拆掉 然後在這個在外面做完 工廠做完之後 再拿來掛上去 但是如果這兩根 這兩根柱子 其中有一根已經歪掉了 或者說 他已經偏移了五公分 十公分 才造成這個情形的話 那這個工程可能要拖更久 那新北新北捷運局 冠庭在這裡 新北捷運局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出來佛樂說 沒有我們這是偏心設計 他用偏心設計來騙大家 我是敢說他用騙大家 他告訴大家說 這個偏心啊 這一根梁跟這一根柱子 他不一定要跨在正中間 他可以往左邊偏一點 往右邊一點 這個是工程上的偏心設計 當時他並沒有看到這一張 這個新聞我有看到 我第一時間看到這個圖 然後看到新聞說偏心設計的話 我雖然 我雖然不是念土木的 可是我再怎麼講是個理工男 我就說這也太偏心了吧 偏心設計一公分兩公分 差不多了吧 新北捷運局說這是高級貨 這叫偏心柱 不是他這個偏心 只是說這個梁跟這個柱 他並不是擺在這個我們重力的中心 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明明就這兩根梁已經錯位了 這是露眼可見 這太偏了啦 那這件事情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好再來中正橋 這個橋就很可怕 這個橋當時地震的時候 每一個每一台摩托車 每個人都停 沒有人敢動 因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中正橋靠新北市那邊 就是永和豆漿 照道理 大家看到應該快騎 結果大家也都騎不動 誰敢騎 每個人都在搖搖搖 然後現在車子動應該就是這一個瞬間沒有在搖 我跟你講那瞬間你很期待橋不要垮 對沒有錯 好接下來這個畫面很可怕 畫面是後面這台車在開的時候 發現前面那台車 各位看前面那台車 整個車輪子是幾乎離開地面的 整個翹起來的 各位注意看 前面這一台黑色的車 他整個車的輪子 就在這個時候整個輪子是翹起來搖來搖來搖去 這是市民大道或建國啦 高架橋 那這個時候全部人都停下來了 今天早上包括從這個汐止 這個時候我們講這五陽高架上面 發生地震的時候 全部的車都是停下來 沒人敢動 因為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所以這個畫面 接下來就是這個高鐵 當時開台車 因為他就整個停下來了 高鐵是300多公里的時速 但是因為高鐵旁邊有密的這個偵測系統 一發現地震 一偵測到地震 他就開始減速 那這一次像這個桃園機場 這個天花板掉下來 那這沒辦法 這個就一般的這一個 但是這一次要肯定的是台鐵 台鐵比較特別 台鐵這一次 各位看這顆大石頭對不對 這裡有顆大石頭 這個台鐵開開開到這裡 他用這一種偵測的方式 偵測到這裡有一顆大石頭 這個就在崇德在靠近太魯閣 秀林鄉的地方 發現一顆大石頭 車輛自己減速 是 那這個就表示之前 那時候就是說有個這個 三年前 三年前就是這個 林佳龍在當交流波長的時候 有台車子從邊坡滾下來 沒有偵測到 沒有偵測 然後煞車不急 所以現在台鐵已經進步 確實把邊坡系統建置 對他們就是很努力的 常就是說 開始每天都在建置這個 這次系統 所以這一次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台鐵 對 災情相對的小 那台鐵這一次的災情 幾乎都是軌道 軌道被彎曲 對 在我們這個錄影的同時 我再跟各位報告 現在有一百二十七個人失蹤 是 裡頭有七十七個人 竟然是在隧道裡頭 哇賽 在兩個 這個從這個蘇澳到花蓮 秀林鄉的這個路上 有兩個隧道 我們看那個清水隧道 然後跟另外一個隧道 就在隧道裡頭 整個都崩下來了 然後七七 然後另外有五十個人 是這一個南城精英 就是這個往天翔 太魯閣南城精英的員工 今天早上 一樣坐著這一個 飯店的接駁車 從這個市區 要去上班的途中 對 就五十個人 四台車 現在完全失聯 是 這五十個人 現在找不到他們 車子找不到 找不到 聯絡不上這五十個人 但是現在在這個南城精英 就是這個天翔泰魯閣裡面的這一批 這個住客啊 對 還有三百多人 是 那他們是安全的 對 但這三百多人接下來 因為整個通往泰魯閣這條路 現在已經全部封閉 是 所以這些人的 這個包括接下來的食物 各式各樣的 還需要大家